这边来看一下剃队这MRC的第二局下半场 这把的话原来是掏了一手红蝶出来 确实因为这套这种帮帮不好打 真不好打 红蝶的话你还能针对一下这边轻轻的玩具商 做到一个针对玩具 然后挂飞以后保平真胜 我觉得可以的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对新人选手 多一些些的宽容和理解 多一些那个鼓励 因为毕竟刚上场打 就你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 可能你心中已经模拟了一百遍 但真的上场的时候的那种紧张感 带来的一些压力 这个是不一样的 这边的玩具商直接跳 轻轻直接上二楼 那么板子先踹了 这个板车其实刚飞到这边 我觉得这局其实红蝶 我觉得不太好赢的 这个局红蝶还是保平 先保平为主 所以说呢 这边板车该踹踹 这个不踹 这边会不会再用一遍呢 再来一遍 你看看 这个因为他刚刚好飞到这边板车附近 踹了再追 慢慢追 就击倒了 然后死守你这个玩具商 这边的话放蝶 一遍跟过来 这边红蝶 这一手蝶其实捏得很紧 玩具商这边其实看的也很透 想要吃这个蝶回头打断你飞 不让你过这个窗 两边都有自己的小心思 红蝶这边的闪现CD好了 这个板车估计还能再跳一下呢 三过板车而不踹 这波一个碟飞过来 好可以 这波碟这个位置留住 飞轮这边CD还有啊 这个飞轮的话应该是直接交闪 刚想说飞轮往前进 进这个板子拍 为什么不踹 踹是需要时间的呀 你过去踹了 这边距离就拉开了 但是怎么说呢 刚才飞过来就是距离近嘛 我觉得踹脚可能会更好 因为这个位置 玩具商一定跟你绕的嘛 所以这个板车你不踹呢 他可能会继续跟你用这个板车来绕 整体上面来讲 这个击倒其实还是偏慢的 所以说对于穷者来讲 他们这把 我觉得三人开门战保平 应该是有的 就看有没有可能能打出一个四人开门战了 因为毕竟玩具商六红蝶呢 现在手里面有个飞轮 这手飞轮 并且呢 大房这边板子也还在 这边飞轮交 但是飞轮交完这边没有什么交互点 一个窗 一个窗 这波这个飞轮交的有点可惜的 因为这个飞轮你交完以后 前面没有交互点 小九师这边要不要给大副送口酒啊 我们看球者这边要不要打 红蝶这边的闪现还有80秒呢 你说真要打的话 现在是什么呢 现在是场上面剩的机子不多 然后呢 这边大副想救人吗 大副这边 怀表继续摇 那就大副救了 大副救了 外面两个队友 外面两个队友 大副这边如果吃一刀救下来 但玩具商这边 走得了吗 杂技也来了 这边 救救救救救救 怎么说怎么说 捞下来 帮帮扛 没扛中 没扛中 机子其实够了 机子其实够了 刚刚我看错了 我以为杂技过来 我刚可能眼花了 怎么看到一阵火光 这里画画杂技赶过来 要补掉大副的机子 其实红蝶这边 如果说挂上以后 要挂大副的话呢 这边应该是 他们刚才直接亮机 其实也可以 这样的话杂技救人 大副手里面没有道具 红蝶的话 这边是手里面有一手技能 还行 红蝶保平真胜 穷者应该是没有 三人开门战三跑的可能性的 而红蝶这边的话呢 有可能有三抓的机会 但这个机会不大 不大 看这边堂哥大副 杂技这边 这个不就往后拉这么远 是怎么一个说法呀 这不刚刚直接过来了吗 这不往后退 没想通啊 反正人家挽留的嘛 这边扛一刀 扛一刀 好两个人拉开 两个人拉开 这边没有道具 追杂技 追杂技不好吧 追杂技这边等于说 穷着两边贴门啊 而且这边的板子还没用呢 大方 吃一刀亮机子 砸个头 密码机亮 那红蝶的顺面就没有了 这边追杂技不好啊 这杂技多强啊 大富是个白板 这杂技 我走了 闪现 这边是没闪出去吗 杂技的话现在手里面还有球 再一颗球捡你速往外那么一翻 还好地窖不在这边 往回走 再续出 真的还好地窖不在这里 地窖在这里 你别说这杂技还真有操作起来的可能性 放一个碟球再往前跳 最大负的话 赢面要高得多 或者说最大负 穷者应该是没有三人凯曼战三跑的面 但追这个杂技的话真有可能 但还好吧反正守住了 那么将比赛是拖入了第三局